他的进步很大的提高是提升 但是呢 从总体实际上来讲呢 说如果他要在东部 他可能是一只季后赛竞争者 但是在西部啊 刚才咱们也采访了他这个 说现在恩比德这 恩比德也说是 享受今天这个夜晚 来到现场来观赛 我们看到这个代表 七六人站在场中间的是恩比德 然后俗信家这边的是诺维斯蒂 以及电宇航 电宇航 我们听听电宇航听说什么 现场的掌声四杰 我们都期待电宇航 很荣幸能代表达拉斯独一侠队 参加本次的NBA中国赛 然后也非常欢迎 能来到现场观看NBA中国赛的观众朋友们 希望今天晚上 能有一场精彩的比赛分享给大家 谢谢 我们都盼着电宇航 NBA之行 虽然充满了挑战 但是最终能够成功 接下来是老司机 老司机 刚才看赢脚大王 我叫你的名字你敢答应吗 我叫你能够成功 我感谢你能够成功 我感谢你们的帮助 开始前也说自己会更多到篮下聚打 对 比赛开始 这是腾讯体育为您现场直播的 NBA季前赛中国战的比赛 这是在上海 首先获得球权的是76人 先到篮下 西蒙斯 对西蒙斯呢 其实呢 他整个的76人的对他抱有很大的期望 很多人说呢 他可能是继罗伯斯这个尾上 以后又一个场军三双的球员 是 马修斯的三分不中 西蒙斯找到了福尔茨 吹了一个直球的尾力 我们看到这个虽然福尔茨是打空位 但是掌控进攻还是由西蒙斯来掌控进攻 因为西蒙斯呢 他在发动进攻的时候 很多他都是突破 突到篮下 我们来重点观察一下东西吉对于球队的一个组织 很规了 这是东西吉给史密斯来传球 造成篮下的犯规 其实东西吉到来很大程度上感觉是解放了史密斯 对 以前史密斯你要观察他的掌控能力 现在有了东西吉可能他要可以更好发挥自己得分的特点 对 来了啊 还真是不管不顾就要投 嗯 这个 史密斯 史密斯今年夏天呢也是给自己投篮有了很多的训练 因为去年呢 他的投篮命中率并不高 东西吉一次封盖 在上一场比赛 当然上一场比赛他们这个季前赛只打了北京首刚 只打这么一场季前赛 那场比赛里东西吉是应该是有三次封盖 呃 在一度打小个阵容的时候扮演中锋 还让人很期待的 哈温顿又是篮下得分 对又是在篮下得一个 两次进攻都在篮下 哦 东西吉 还是挺流畅的出手啊 对 因为这个76人啊 他这个阵容他这先发啊 他有四个人是在69以上 没错 除了福尔茨 除了福尔茨都在69 这样呢就是他在真正防守的时候啊 他太高 嗯 你不好打到他里边 嗯 进攻时候呢他可以很轻易地打到篮下 没错 所以他这个从这个身高上 但是他并不是身高就没速度了 嗯 好球 史密斯 史密斯 运动能力确实出色 对 东西吉利人打得非常快 福尔茨到篮下 找到了恩比德 脱 恩比德说了这个要打这80篮球 没错 但是刚才运一下失误了 呃大家看啊抢断呢还是这个东西吉 马修兹同样的位置命中啊 对 这样呢东西亚连得5分 我们看到虽然东西吉到现在为什么有得分 但是在防守一端有封盖 有抢断 对呃证明他对于比赛的阅读很出色 看起来今天76人不止战术就是首先先暴露你风险上身高不足的这样一个缺陷 对你看这个西蒙斯呢已经连去两次空切到篮下 嗯 在篮下接球打 因为他在篮下接球 他一举起来你还真是够不着他 没错 又来了又突破 给你史密斯再给 哎 福尔茨 现在说福尔茨呢他投篮呢 这个76人并不要求他有多高的命中率 嗯 而是要他恢复这个信心 是 好 史密斯又进一个 史密斯进一三分 史密斯在这个夏天呢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训练 因为去年他的命中率只有39.5 对 就是整体命中率 好球 马修斯利用速度再得一分 对因为呢连续的被对方抢断或者投篮不进打反击 嗯 呃这个暂停时间把时间交回到后方演播球队 对 你包括这个 恩毕德也是最佳第二最佳阵容防守阵容 嗯 然后科文顿 科文顿是这个第一 第一 第一 第一放阵容 对 第一第二 哎呦你看这叫人暂停一失误 嗯 直接传街外去了 教练心里能痛快吗 对 看他这防守 东基基 漂亮 东基基的助攻 对你看这就是打挡拆的时候嗯 这个西蒙斯没有完全往上抢 没错 可以就是不受任何的这个干扰 去处理球 而且恩毕德的位置呢也离报卫有点远 在犹豫到底是进还是出 大帝自己抢的进攻浪板球 再来一个进攻浪板球 还是没有搁进去 东基基持球转换 我们来看看又会呈现什么 又来了挡拆 这是这次是换人抢过 对 非常好的视野啊 找到了马修斯底脚 菲奇史密斯 三分没有能够投中 看快攻啊 这一次是轻松得分了 对 这一次呢整个退手没退回来 而且他是整个的一个就是带跟进的这个快攻 没错 又是挡拆啊 又挡住了 还是打这一个位置 这又是四五号位之间的挡拆啊 对 所以将来小乔战回来了 在这儿在空中接力又来了 嗯 东基基超远 三分没有投中 但是克文顿碰到了 出了底线 球圈还是七六人的 呃 虽然到现在为止 东基基的两个三分都没有投中啊 但是你能看到他的比赛呈现非常丰富 对 呃 空间判断的很好 然后球给的也舒服 另外放入一端有一次封盖有一次抢断 刚十九岁 是 呃 这是传说中的少年老成啊 对 呃 独行侠换人换上了一个高中风 没接礼 也是在今年夏天跟球队完成了一年合同的续约 呃 独行侠是一支真是一支国际纵队 对啊 这个没接礼是通尼斯 独行侠 这个东基基呢是这个斯洛文尼亚人 呃 在这个西班牙打球长大 诺维斯基德国人 呃 克莱贝尔德国人 就是他真是有丰富的这个国际纵队的这个基因 对 他们也盼着小丁啊 也能够加入到这支纵队当中 哇 这圈传的 两队都走马换将来换人啊 对 呃 七轮人这边换上了杰杰雷迪克 呃 沙米特 呃 对东南西北还没找着拿着 所以要被人家这个就是很轻松的一个挡担 哦 上了叫投 嗯 乌兹卡拉是有外线投篮能力的 嗯 什么意思接球转换三分再进 呃 致米斯已经得到了十分了 很快的就得分上双 对 三点 呃 我们看看又一次战定回来之后是什么情况 上一次战定回来之后先是一失误啊 好 萨利奇这个错位的机会 拦下 雷杰雷七尺二的身高 这一次是突破得分 萨米特也是今年的一个重要的选秀球员啊 有出色的外线手感 萨利奇啊 嗯 连续的挡拆 再头再来一个 还是没有 三三次三次 住手都没有进 而且感觉这三个都是偏短 对 稍微劲小一点 嗯 冬基迪在欧洲比赛看起来呢 他的三分出手外线出手这个节奏没有那么快 对 这可能是他到MBA需要适应的一个 看这快攻啊 再往外给 雷迪克 两分投中 对雷迪克他的这个投篮是非常稳的 呃 反正说这就是可能他还有机会再回到首发阵容呢 呃 那我觉得就要看这个赛季的就是走势 走势 富尔茨怎么样 因为富尔茨呢 他实际上呢 你这个 这个 富尔茨包括这个西蒙斯在都没有很好的三分 嗯 如果呢 你把这个杰迪克搁在这个替补席上了 嗯 首发阵容 首先 对你没有这个三分球 整个的 已经打不开的 是 所以呢 就看这个 富尔茨他最后能打怎么样 如果他这个 这个还是投不进三分 人家会越缩越小 嗯 这个时候呢 有可能的雷迪克 就要改阵容 改了 改成他还得先发 呃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看咱们赛前聊的这个 呃 富尔茨 呃 多少 程度上 能让布朗安心的使用他 对 尤其是外线的投篮 因为现在 漂亮的传球 哎呦 可惜没有接好 对 你看这就是共手转化 人家那个 这几个 篮子全退回来了 嗯 他的 你明显看出来呢 他这个共手转化呢 朱星霞呢 比这个76人现在做得好 没错 虽然是一个矮个 挡在西蒙斯面前 是史密斯 呃 但是呢 还是影响了他的这次转换 被吹了一个进攻犯规 这起码他都往回跑 你看他四个篮子 嗯 围着一个红的 对 试图干扰你 对 有 史密斯 再来一个外线 再进 四波 呃 确实在三分上 夏天是复出功夫了啊 13分的得了 没错 19分有他得13分 而且他在三分线上是三投三中啊 对 得15分了已经 海米特要还一个 老球 因为现在篮球呢 你如果没有三分的话呢 人家越缩越小 嗯 你这一突 你也突不进去 内线也打不了 所以呢 他一定得有三分的把这空间拉开 嗯 漂亮 传的真好 对 呃 真是一个有出色视野又能处理球的四号位 对 对 你看他是非常轻松 他打球轻松 你还运着运着运着 扒背后 穿球 对于每个人位置判断非常出色 哎 呃 我们看这个独立侠准备继续换人 巴里亚 嗯 巴里亚要上场 巴里亚上一场比赛打北京 首钢队呢是没有登场 啊 哈里斯要上场了 啊 这是一下换上了三个人 在内线呢 拿上了一个四号位 呃 这个克莱贝尔 这也是来自于德国啊 咱们说东霞的国际纵队的背景 另外封线上 呃 上了布洛克霍夫 它是来自于澳大利亚 嗯 嗯 巴里亚是波多利哥 这个托 罚球的是突尼斯 对 啊 真是一个国际纵队啊 现在东霞在场上 嗯 米德常常回到场上了 往篮下 嗯米德一直讲本赛地他的一个变化的重点就是要更多的回到篮下 对 但是呢还没哎 你看我又一个转换 好 特别手整根特别的三个线一礼 外边这个 呃 已经是13分的分叉了啊 东霞这边进了五个三分球 很归 嗯 我们看他要解决进攻问题的时候呢 七六人还是像开场那样 把自己封线上的身高优势要体现出来 呃 现在这个东霞的这个场上身高呢 是矮的矮高的高 矮的特别矮高特别高 好球 这球不错 嗯 沙米特 篮下再得分 他是今年的第26顺位被选中的呃 他在大学这两个赛季呀三分球命中率达到44% 呃身高是6尺5但是臂展是7尺 像这样球员是最好使的 嗯 好球 好 你看啊现在呢整个的独行侠呢这突破也有哎三分也有 而这个76人他的防守可以说漏中百出没错 刚才那么多人让人突进去了 嗯 就是他要打这个布里 布里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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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霸凌篮球 霸凌篮球打不进去 呃 因为梅杰利也不是一个纯小哥人家也是7尺2的身高 对 我们看这是巴利亚的传球 呃 马上这机会就出来了 空间就被打乱了 对漏洞就出来了 这也是第一个突进去了机会来了又一个 雷迪克终于为76人再命中一个三分球 呃他还是准啊 他是真准 哇哈里斯外头 哈里斯呦哼停顿了一秒钟再调进去 呃到底是丁岸宇航的球队啊 呃有主场的感受 哈哈哈哈 雷迪克再来一个两分 两分 两分再进 呃 雷迪克上一个赛季啊 打出了职业生涯最好的赛季之一 他12年职业生涯里去年场均应该得到17分 呃 所以我们也看到底布朗教练是呃 什么样的一个考虑 又是篮下轻松得分 呃 把他放到tip阵容呢 呃 虽然首发阵容少了一个三分的空间和威胁 但是tip阵容得分 能力也被提升了 对 所以看到底教练是从哪个角度来想这个事 5 还是13分13分也是本场比赛独家的最大领先了啊 对 富尔茨再回来篮下 给吹了一个反规 所以你看防富尔茨呢都离他两米 是 那其实他已经到了三分线里头了 人还往后退 没错 就是虽然你命中了一个三分球 但只是第一个而已 对 呃 你去年整个赛地当然打得很短呀 呃 你四投零中 然后今年呢你只命中一个三分 命中一个三分球队的对手是不会在这个呃 球探报告上写啊 这个人是有三分威胁的 对啊 啊 你要不停的投进才可能让对手改这个球探报告 对 不到篮下被干扰了 这个强攻啊并不理智 豪文顿被吹了犯规 啊 因为现在独云下篮下的身高还是保护篮关很好的 对 独云下你看刚才呢就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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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他防守啊 嗯 他防普尔茨 嗯 他根本就不防 嗯 他等于里头是五防四 没错 你往篮下一收 哎 他收回去他根本不不管你 呃 因为又吹了犯规 所以克莱贝尔呢再次站上滑球线啊 去年一度啊 克莱贝尔被啊 卡拉尔教练当成了这个手帕中锋来使用 也是在去年啊 越来越出色的表现 他不仅仅有身高 而且是有这个三分能力的啊 分差15分了 嗯 14分 15分应该 应该15分的啊 哎 都出来 再来一个 马上的头 这是他 哇 这是他的点 他从底线溜过去 让都出来 都到这个三分线外 接球马上头 在库里 库里就这 哎呦 漂亮 哎呀 可惜脱手了 呃 背后这个传球啊 确实是惊艳啊 再有一个呢 就是说他这个防 反跑防的不好 已经两次了 让人防防 直接 刚才是没上篮 没错 前面一个直接 造犯规 就防这个 看这球啊 呃 又是往篮下突 篮下呢 有对方有高度 不好走 看巴里亚 你看又突突开了 飘移投篮 对 鲜蟹投中 又是一个勉强进攻啊 对 那这几次进攻选择都不好 篮下空了 没有给 要过 我 面对 嗯比得 哦 没有好机会 哎 再给他 再给他 再打这个 跟比得呀 是 打这边来了 哎呦 哎 二十的封盖 对 但是呢 东西亚抢回来 时间不多了 两秒钟 抢一个出手 还是没有碰到篮框 这样呢 是一次24秒的尾利 哎 其实刚才啊 那球再回去 还是一个错位 巴里亚打这个 恩比得 我相信场边的观众 包括屏幕前呢 也很想看看错位 对 嗯 这样呢 第一节还剩下最后的14.9秒 76人最后一攻的机会 巴尔茨来掌控 好球 恩比得 假传真攻扣篮得手 这个球真是你看 打的是非常流畅 一给球好像有船 然后哗一下反方向往里突 没错 他脚底灵活啊 确实是天才一般的人物啊 刚学打篮球八年 对 八年呢 就已经变成了NBA的最佳中锋 还不到八年 11年 11年 还不到八年 7年 对 5年 哎 吹了一个走步 太着急想投这最后一球 好球 好球 1.4秒 哈里克抢一个 没有能够投中 这样第一节结束的时候 两队的分差是 我们来继续看比赛 恩比德这次是防到了三分线外 给对手压力了 巴里亚 报个眼 换手 这是被干扰 手底还真快 福尔茨第二次了 恩比德会不会投三分 假动作 再来 今天应该已经第三次了 在外面有绝对的空位 就不投 假动作 只要防他的人稍有重心移动 立刻往篮下冲 刚才他这个防守还真是不错 没错 恩比德今年会增加自己在禁区 尤其是在篮下的出手 去年他在篮筐附近三英尺之内的出手 是他整个出手比重的29% 就是在全部联盟就是被列为中锋位置的34个中锋里 他应该是第26还是27的排位 就是他愿意把自己这个数据再提升 而且他命中力也不是非常的高 50多一点就是三米以内 但是这个恩比德他在篮下控制的位置面积特别大 空间打 空间打他防守的意识好 你看这边就等于是换人了 险些强断 从去年的数据上来看 当恩比德在篮下能够命中五个以上禁区里 就篮下得分的时候 球队的战绩是16胜5负 就是非常高的一个战绩了 如果变成整个82场过赛的话 就你能赢6多场 对 你看这个第二节开始呢 76人呢 明显的他这个防守压力大了 对 防守强度上来了 好球 其实呢还是第一线没防守 档台传的非常好 但是恩比德上的一大帽拍出去了 恩比德呢这是送了一个火锅 当然被吹了犯规啊 这是被吹了犯规 前昨天晚上在来到上海之后 恩比德呢也吃了火锅 特意去吃了火锅 因为当时有朋友一块跟他一起在吃饭 就说啊 恩比德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 很自律 其实挺晚的 没吃多少东西 就是在那练习用筷子 用筷子 加那锅里的牛肉丸 鱼丸 什么圆活 什么滑溜 什么南家家什么 几分钟的时间就慢慢就适应很快 但其实呢也没算弄一只 就吃葡萄来着 其实他是非常聪明的 你看因为我跟他这个 接触比较多 你包括他写毛笔字 他也能照猫画虎的 前两下 包饺子 他全形 真厉害 这变成联防了 变联防第一个 然后人家投一三分 这样分差到五分了 对 七轮人防守上一发力 立刻出现效果 对 现在啊就是 防守压力很大了 基本上没有空位出手的机会 对 越防越大 哎呦突进去了 恩比德篮下 高高的 干扰 对 现在场上呢 七轮人放了两个中锋 恩比德和姆兹卡拉 姆兹卡拉现在移动到四号位 但其实是中锋的升高 福尔茨 出手 没进 这刚才呢 没看清楚三分啊 还是三分也一力 应该是个三分 但是在巴利亚这呢 他是一出就出进去了 可是出进去以后 巴利亚他一定是不投 最后呢 哎 莱贝尔三分也没进啊 呃 独行侠这一截呢 打了两分钟还没有得分 恩比德三分出手 投了一个三不战 恩比德说我这招啊 是太多回 对 啊 我不能全是假动作 他是真全面 什么都有 是 他防守 他不防出去 嗯 他在篮下等着 他可是说是在防守三秒 没错 他是瞧着半天了 是 他在里头站着 他他防守那人 他在三分线那儿了 还是觉得鲍蕾啊 没有这么多的外线威胁 嗯 对 对 二十的两分 没有能够投注 对 这机会其实都出来了 嗯 阿雷亚空位的机会 船子漂亮 好球 你看这又是一个 转换 转换的防守 转换防守呢 投篮不定 其他人看着 稍一放松 分岔又被拉开到了10分 在场上 7六轮这个阵容非常高 对 沙米特虽然没有到6尺9 但是他的臂展是7尺啊 我们看看这个阵容能不能去出现防守效果 还是第一线被突破了 嗯 第一线被突破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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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刚刚呢 西蒙斯就要篮下去强打 完成得分 现在独行侠在场上 有两个去能够组织球的球员 巴雷亚和布伦森 我们看这篮下 又是利用身高又是 打了一个背身的错位 这已经是西蒙斯今天 第三次在篮下这样得手 其实西蒙斯啊 他如果能够这个 就是背身单打 他的这优势打得多 所有防他的人都比他好多 就像当年孙悦 打空位的时候也是高 对他个高防他的人都比他矮大快 西蒙斯同样是这样 但是西蒙斯真正他这背身 这个霸凌球啊还是不行 是 背身一样不行 他就传出去了 他能发现人 但是呢 如果他能够自己背身打的话 他得杀伤力更大 是 在现在这个时代呢 其实背身打是越来越少啊 但是呢 其实可以被利用的一个一个方式 对啊 这也是为什么今年呢 这个恩彼得去回顾了上个赛季自己的比赛 给自己提出的一个比赛改变的要求啊 就是我要更多去篮下 这是换上媒介里 换上一个身高更高的 去跟76人的内线去应对 克莱贝尔来放西蒙斯 真高啊 长长的阵容啊 对 给他转身加动作 好球 真是漂亮 非常出色的比赛 对 他在脚步动作 你看原来踢足球的 脚底也特别灵活 哎 不过你要真是霸凌球啊 你得得像那个 奥尼尔 那球哐哐就扣进去了 是 而且呢 恩彼得是啊 花了很长时间来学奥拉之旺的脚步 嗯 他从喀麦隆来到了这个美国 上中学上大学之后 他在喀麦隆教练给他一个锦囊庙地 说你到了那边啊 给你锦囊 保你这个去那边顺顺利利 你张DVD 哈 奥拉猪旺的比赛录像 长达一个小时 他说在之后的三年里啊 我看了无数遍奥拉猪旺的脚步 天天就热了 天天看 说我的脚步是学 在录像里学奥拉猪旺 我这投篮啊 我喜欢科比 我这比这科比来的 哈哈哈哈 他这个出现了一个结合的场物 哈哈 就是这么神奇 你看他在外头 又是假动作 又造成犯规 啊 这已经第四次了啊 啊 镜头刚刚照到了主阵连卡莱尔啊 我估摸卡莱尔接下来 他就会提醒他的中锋 别吃谎了啊 对 因为大概率事件 他要是假动作 让他投 就投了 是 因为你投了呢 这么大个在外头呢 里头就没人抢篮板 没错 毕竟 毕竟去年恩比德的三分之命中率呢 是只有30.8 对 季后赛呢 跌到了27 恩比特 再进一个 准 他已经是命中两季三分了啊 你看这还是突起来的 那么大的大个儿 最后呢 你让人家一下就过 而且还是你投进之后对手的转换 对 哎 这是霸凌来了 哎 你就忘了一运一提步 没有人能挡得住 对 而且呢 恩比德的判断非常出色 就是对方现在换了一个小格阵容 对 呃 就一个内线 呃 是一大四小 因为用这个马修斯换下了梅姐里 对 我们看现在又要继续换人 呃 当然这一节到了暂停时间 我们零终没有得分 再回来有出色的表现 还是一个错位的机会 对 往来下达 哎 机会出来了 嗯 穆斯卡拉 穆斯卡拉去年在老鹰呢 三分之命中率有37% 但是呢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呈现出来 他的这个特点 刚上场 在活动活动 哇 这有点 努威斯基的进场 是 单腿 金鸡独立 也没进 马修斯虽然个子不高 但是特别喜欢去背身 然后后仰跳投 对 这是他特别喜欢的一个比赛特点 看篮下达 看篮下达 先锤了反规 对 还是利用自己的身体去篮下达 啊 我们说这是七六人新任的总经理 新任 爱尔顿布兰德 呃 也是曾经快船的船长 呃 呃 当初在公牛队呢也是 他选秀是进入公牛 呃 两年前 这要状元 两年前呢 还是球队的一个球员 去年是发展联盟球队的总经理 今年被呃升任 成为了总经理 看着他瘦了 原来挺挺壮的 他打内线啊 是 呃 是一个 这个 非常 痴迷的瑜伽爱好者 很喜欢这项运动 啊 但是 现在这个成为总经理之后抱怨是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太多时间做瑜伽了 哈哈 双眼护 哦 迎着东西起头 直接被摁下来 球权仍然是七六人的 呃 这个赛季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在抢到进攻篮板球之后呢 计时器上 是14秒的进攻时间 呃 张尔老 应该是这个对于NBA还是会有挺大影响的 对 因为呢 这是等于是加快比赛节奏 嗯 因为原来呢 但是你 他重新几十 24秒 对 哦 沙比特命中一个三分之后的两队的分差只有三分了 呃 他命中三个三分球 呃 因为这个赛季是少了去年非常出色的贝里内利以及伊利亚索瓦 呃 七六人迫切需要风险让有其他的三分投手能够站出来 这是一个好的选择啊 对 呃 七轮人的机会 再找 还是他 咱比特再来 拔球 呃 三次罚球的机会 呃 呃 这样呢 如果都罚命中的话 这就是要打平了啊 这是东庆级犯的位啊 七轮人选沙比特呢也是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啊三D型的球员啊因为他具备成为出色防守球员的这个臂斩虽然可能看起来比较瘦啊但是他有七尺的臂斩啊三分球在大学里面介绍了两个赛季是44%的命中率呃他在今年的夏季联赛里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有一场比赛拿到过40分嗯嗯是一个很出色的一个投手 以赛季师 其实呢就是西蒙斯呢 如果他除去这个三分球 或者说投篮有待提高 另外呢就是他这个在篮下打 他空切进去以后呢 人家没法防他 变成了一个挺常规的进攻方式 看看罚球怎么样啊西蒙斯 西蒙斯反正去年的罚球的 命中率是不高啊 含五十多 五十六 这俩咱认识 这俩咱认识 是我们敬爱的刘老师 林老师 和林老师 两罚不中 因为他有一个 真防啊 这是俩人对上位了 再给哦没给 因为他再给回来 这个 索性让他较过劲 对 空切 史密斯干扰球 干扰球 史密斯哦 库班高兴 嗯 嗯 嗯 库班一直很投入啊 坐在替补齐这个第二排啊 但是每一次自己球员有出的表现 立刻就蹦起来 第一个蹦 哎 哎 你别说 看起来跌跌撞狂啊 东西级的房子不错 嗯 手扬起来 哎呦 给的漂亮 又是一个反击 打不进以后 还是退手 确实是有点问题 七六人 这是东西级的又一个助攻 哎 就是当他行进之间处理球啊 呃 真是到现在为止看起来 小牛队最出色的啊 单打东西级好球 东西级真正的要形成了一对一的防守 嗯 东西级还是 稍微的 虽然那是克罗迪亚的 哎呦 队友没有想到啊 玩起来了 对一个背后的基地 先犯规 哦 没没犯规 对了一个出界球 出界球啊 出界球更好 打进来指不定谁投了 刚刚鲍威尔是没有想到东西级会这么 背后的基地啊 嗯 想起来这个 看这球 看这 之前那个不看人的长船 对 找到了鲍威尔 哎 想起来詹姆斯到了胡云之后说那句话说我的队友要做好准备如果你喜欢你的鼻子的话哈哈哈哈你做好准备接球全打码的对 哎断了 是 是 这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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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 360度转体 对这个应该是罚球了因为他已经在前面 前面没有人防守 是 你最后的一拉他就要 嗯 我们看教练会不会看这个 看路线回放判断是不是一个Clear Pass的犯规 是嗯你看 这是一个转体360啊就往里按嗯嗯 两发一致嗯 嗯嗯 呃 去年在扣人大赛上呢是西拜啊对 但其实要去看说这所有动作里哪个最好看的是丹妮斯史米斯那个动作啊 但是综合起来可能很多扣加起来 最后得分没有那么高 来到上海之后呢 也一直在表达非常喜欢这个城市 你看这个西蒙斯还真防这东西 其实是走步 防出了一个尾的这个失误 对 你看俩人有点叫上劲了 西蒙斯呢 你还别吹 你吹月吹 就是我要 你不是今年 对 今年总经理都投票说你是最佳新秀 我这个去年的最佳新秀让你看看 哪那么容易 萨里奇三分命中 萨里奇有这个三分 没错 克罗尼亚选手 空位 再来一个 没有能够命中 如果命中的话 这东西又多于主攻 没介绍 传到空档内了 但是你能看到就是 哎呦 失误 好机会 再来一个 反归三加一 雷迪克被扑倒在地 这样呢 费城就完成了反超啊 而且还要再加伐一次 雷迪克的身体状况保持的非常好啊 这个竞技状态 三加一命中之后呢 这个分差七六人已经反超两分了最多的时候东西霞领先到十五分啊 对 突破 出进去 冲到篮下 换手上篮 漂亮 其实你看他爆发力不是很好 但是呢 他就是那个速度 很协调 哎很协调 换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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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迪克再得分 呃 今天雷迪克呢 已经得到了十六分 十六分啊 比过去两场比赛的这个得分表现都要出色 呃 这上半场快打完了 从咱们想看这几个点上啊 呃 就是东西吉虽然得分上只得了四分球呃 但是你能看到他会的东西多 对 能持球转换的时候视野非常出色传球也好 另外防守一端也有表现呃 但是七六人这边福尔茨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让我们有特别亮眼的一个呈现 对 说来就来看看这个怎么样 福尔茨突破还是没有能够得分 哦 自个干了啊 嗯 拼身底没有能够打进 哎 没有传好这球又有一个失误 长传史密斯扣篮 哎 当他在那个位置接到球你能感到全场的观众都在等着我这个见到什么动作 对 哎 结果被拍出了底线啊 哎 这个 自己在天上也想的估计 对 这个 奇莫斯退的还是够快的往回追啊 硬追 转化 今天萨利奇 我还这儿了 三秒 是不是防守三秒 嗯 吹了一个犯规 所以萨利奇应该是拉人犯规啊 啊 呃看东西奇打球有一种感觉就是跟没怎么发力似的 对他就是特别轻松嗯 他不是像有的人打球呲牙咧嘴啊 没错 绷紧肌肉往里打 对对对他不是他不是这样 呃好像跟行云流水到哪我到什么我打什么对 是什么我怎么怎么去处理很合理 对应视而动哎 这个确实是好球员都很合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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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蒙斯啊突进去了 早上的犯规嗯 这西蒙斯你如果给他一点空间一突进去真不好花 嗯是 哎你个矮了他直接上篮 没错 你只要一呼蹭着就要穿出去 嗯 这也是他的可怕之处 就是说你说外线真是没有威胁 对呃 罚球去年才56 季前赛到现在为止没有三分出手过 虽然说他跟富尔斯都在训练很多的外线出手 就是这么有这个空间这个限制距离限制的球员 能有这么好的表现要真是会了外线可还得了不得了不得了 不得了 因为这你防他的你可以放了那嗯 那一一下嗯 集中精力防这个如果他要再有篮呢你这就不行了 刚才罚进了啊嗯 三罚一中 嗯 嗯 我们看这最后的一分十秒钟呢 塔莱主教练再次换人啊 啊 是拿下了一个内线 拿上了一个后场 布伦森拿上去 嗯 嗯 两罚两中 嗯 现在又是一个就是科莱博在场上打5号 5号位 攻击4号位 其他的个另外三个后场个子很小 一下就突进去了 嗯 创造了好机会啊 这一次克莱博没有停 克莱贝尔克莱贝尔没有投中 西蒙斯啊这个持久时间是非常长 嗯 因为我看一技术总计 才上个赛季 哎呦 哇 准 哎呀 真准啊雷迪克 四投四中在三分线外 没丢过 19分了 嗯 冬季节来压时间 对 尽可能给对手聊少的时间 掩护 封印掩护 自己持球突破 造成了凤尔茨犯规 凤尔茨犯规 凤尔茨已经四犯了 嗯 今天确实表现的比较郁闷 得分的只有两分 啊 六投一中 有四次犯规 另外在助攻上呢 呃 他没有太多的球权 对 因为呢就刚才咱们说了 西蒙斯呢 这球都在西蒙斯手里 因为从上个赛季呢 我看过一个技术统计呢 西蒙斯他的触球次数呢 仅比尾少少 就是场均呢 少一点点不到一次触球 场均也是90多次触球 嗯 所以呢福尔茨呢他 这个球角表他手里头 呃 所以我们也是想知道说 当他在首发阵容里 去出场的时候呢 呃 他能否把这个 拉开空间的角色扮演出来 对 如果他拉开空间角色扮演不出来 呃 他是不是在中距离 能够有一定威胁 因为 如果是没有 就是威胁不了对手 在空间上啊 其实对对对本队的进攻 是影响挺大的空间 对 因为我 先看这样 最后11秒 史密斯 三个人 空中闪躲 最后还是拍出了底线 对 这个有点英雄球的意思啊 投篮的时间还有3.1秒 嗯 看这个三个人追着 好家伙 无处可逃啊 还真吐进去了 3.1秒 看怎么传球啊 看传给人 给到外线 还是史密斯 拔起来 没有能够投入 最后1秒钟 西蒙斯 就是不投外线 不投外线 啊这样呢 上半场比赛结束 其中人在落后15分的情况之下 呃 靠着气部阵容 尤其是雷迪哥出色的手感 把分超 啊 把这个分差已经反超 并领先着2分 呃 上半场比赛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其实我们 还是看到了不少有意思的画面呢 比如东契奇的表现 呃 呃 西蒙斯和恩彼得 表明本 防守强度 防守强度 再有一个呢 就是说你看这比赛开始了 嗯 就是说呢 当他没有三分的时候 他这个 首发的一个阵容 你包括这个 西蒙斯也好 这个福尔茨也好 这个福尔茨也好 你三个人呢 五个人里头呢 有两个人根本没拦 人家这个缩小的防守 你怎么样去打这个进攻 我觉得那这个也是一个 看点 看点很有意思的 呃 我们先看看下半场啊 就是我们最想看的两个人 呃 能不能有出色的表现 一就是福尔茨 福尔茨 福尔茨今天啊 不仅仅是呃 自己觉得沮丧 另外呢 他所替代的那个 之前曾经在手发之中的雷迪克 表现很好 对 所以让他更大的压力是 呃 竹林家这边我们还是想看东西杰 对 艾米德转身跳投 这就是科比 科比 科比的动作 哈哈 可是他这个霸凌篮球还是没打出来啊 嗯 那这科比那是往后躲着人 抱眼外线没有能够投中 米士米斯再拿回来 我们看裁判是吹了什么 对 这个萨里奇好像还瘦了点 嗯 今天表现也不是特别的出色 好像投了一个三分 投进一个三分 但是命中率不高 对 七投只有两中 呃 今年季贤赛里他的表现啊 手感状态没有这么好 嗯 那西蒙斯跟这个 斗上 哎有点交叉 斗上了啊 对 看啊 看啊 科比你还真是科比那动作啊 而顶了一下是真难防啊 哎呀他高啊 啊 啊应该 哇啊 撞到了场边这个观众啊 亲了亲这观众的大脑门 哈哈 啊这个标志性很明确的大脑门啊 撞的舞那是撞的 不是亲亲的 是 走步哎呦 东西今天是吹他俩走步了 是 他这从欧洲呢到NBA来呢 他好多地方得调整得适应 嗯 就是吹走步在欧洲呢 这俩都不不会吹的 嗯 这一次成功防下来了 嗯 道蓝杯的比赛速度 防晓人的空间 跑球 东西奇的又一个助攻 对 这球传台真好 嗯 好像也顶开人了 他要勉强要上来了 其实他一转身 传出去了 呃走步 走步 呃刚刚那个传球之前呢 先被队友打开了一条通道 对 对 那是刚刚那个顶 是让恩彼得 恩彼得离开了篮下 对 然后把球权给到了 鲍威尔 那场上那个 梳里进攻的将军指挥者 现在就是东西奇 对 哦 投了 嗯 投完了呢 他这退手快 呼噜呼噜呼噜都跑回来了 你这快攻打不出来 来 错位的机会 恩彼得 恩彼得 霸凌来了 第二次 丢了 犯规了这个 犯规了 他第二次运球的时候 韦斯元逊 及时的冲到了身前 完成了抢断 但这一下呢 韦斯元逊被压的可不轻 因为这个内线啊 你如果这一掉屁股 运球超过两下 嗯 一定的斜方就过来 是 因为你掉着屁股 你看不见你这个 后边的情况 而且呢 你速度没有那么快 对 这可能也是东西奇需要适应的 就是他在NBA 当然他之前在欧洲啊 虽然说我们讲欧洲的可能竞争级别运动能力没有那么好 好 你看这条 漂亮 传的真漂亮啊 6秒钟 5秒钟 韦斯元逊 好球 三分命中 呃 这是独行家的第九个三分球 哇 直接 呃 推出去两米 呃 他可能要整个季前赛到底能不能出场都不太确定 啊 因为是四月份做了手术啊 就是今年的四月份 呃 但是呢 这个恢复的比较慢 对 因为年龄大了 嗯 年龄大他恢复比较久慢 是吹了篮下的进攻犯规 进攻犯规 呃 诺维斯基呢 将迎来自己在达拉斯的第21个赛季啊 嗯 这还是最多的 最长的 对一个 NBA的新纪录 对 诺维斯加动作 没有打进 二打一二的机会 二打二 连第三个也退回来了 三里奇空位 给到底角 这是机会 哎呦没头 嗯 错过了一个转换的好机会 赫尺球传的 漂亮 这三里奇我估计的夏天没怎么练 嗯 手感是不太好啊 对 五车了 这个 福尔茨 福尔茨 嗯 呃 今天福尔茨打的是很郁闷啊 这样呢 他又将被换下 换上场 那是沙米特 沙米特 是今天表现非常出色的 就是今天替补席上有很多人 投的不错 嗯 他是进了三个 雷迪克尔进了四个 对 对 党拆 没出来 空背的机会 进 算没算 应该是算进啊 嗯 而且呢 而且呢 是不是也吹了这个 恩比德的一个推人犯规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在篮下 在篮下推人了 防守是推 抢篮板还是 防这个挡拆的时候 防掩护这个 谁是犯规 哦 那就是没算进啊 先 先犯规 可是六十九是进了 六十九进了 发 加伐一次 哦 那是一个长两分啊 就不是一个三分球啊 不是不是三分球 嗯 两分球 人家是加伐那边犯规就是 投进了 加伐 因为他在那边 是 篮下犯的规就是 犯谁身上谁伐那一下 好 你看这个防守就是往后缩 嗯 我们看那个东京霞 一直在利用恩比德防挡拆的时候 高位挡拆不出的一个特点 对 在这个中路高位去处理球 险些失误 恩比德 哦 三分啊 还是加动作 还是加动作 被切掉了 戴尼斯史密斯 三打二的机会 传给了芬妮史密斯 哎 撞到了墙上直接 这真是撞墙上的 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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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其实刚刚史密斯传出去那一下啊 芬妮史密斯应该攻了 正出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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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不停的 得说 他可是得说 对 垃圾话 刚刚拍了拍 这个媒体里跟裁判说 这个flow 老假帅 挪威斯基很轻松 当镜头给到挪威斯基的时候 我们听到现场的掌声刺激 挪威斯基在上海的日子 过得也很优先 昨天休息的期间里 特意去了一趟玉佛寺 敲钟血毛鼻子喝茶 修身养性 做一个老司机应该做的事情 米德拦下强打 对 你看 这边转 那边转 那边转 奥拉中 奥拉中 中手脚没动 是 这个打得合理 打得合理 是 检验一个好球员的唯一标准 就是他是否合理 合理 突进来了 漂亮 脱手了 脱手 本以为会给一批扣 还有三秒钟的时间 造成犯规 对 卡文顿这个不赢的 因为他已经是没有时间了 他是勉强投篮 没错 绝望式投篮 你这时候反规让人发球 我们也跟屏幕前的各位预告一下 在这一节的后半段 也就是第一个暂停之后 我们会迎来卡龙巴特勒 来到我们前方的演播室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一次中国行 他的观感 以及他对于两队的期待 里面他在空中停顿 有身体接触的时候 最后投篮这下真柔和 没错 而且这一次是借掩护 移动到篮筐的另外一侧去得分 这是刚才西蒙斯特也在助攻的 反规了 卡文顿又一次反规 这样卡文顿也已经是五次犯规了 两个首发 一个福尔茨 一个卡文顿 都是五次犯规 本场比赛的第一次暂停也到来了 我们稍事休息 等待着巴特勒 待会来到我们的前方演播室 诺维斯基 诺维斯基现在手里拿这把吉他 就是来自于王志志的礼物 因为 弹上了 对了解他好朋友 知道他喜欢音乐 他练球的时候 就跟着爵士乐一块练球 去抓那个节奏点 这场边现在不停地弹着急的 有意思 我想对于诺维斯基来讲 这一次中国行呢 会是非常难忘的一次旅程 对 收到了礼物 喝了茶 撞了路 当一天喝上撞一天钟 诺维斯基呢 现在也到这个职业生涯的 应该是最后一年了 应该是最后一年 享受啊 嗯 今年将从气补席上站出来 我们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雷迪克上场之后呢 被严防 萨利奇强打 好球 还是用身体来攻击东奇奇 这是东奇奇 新在地即将面对的一个挑战 就是他攻对方的四号位可能有优势 但防的时候 你的身体 你毕竟才十九岁啊 费劲 对 马修斯 马修斯 再进一个三分球 第十个三分 对 呃 张长 您觉得看面相 以及这个身体状况上 东奇奇像一个身体 十九岁的吗 就是比赛肯定是很成熟啊 对 我觉得不太像 呃 我们也提醒一下屏幕前的各位 很快 我们将在我们前方前部是呃 迎来卡龙巴特勒啊 咱们听听他对于这场比赛的期待 以及到现在为止两队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welcome car yes please 呃 巴特勒呢 会坐到我跟张志导中间 啊 啊 我们来看看他对于这场比赛的感受 以及这一次中国行的呃之旅的这个经历和体验是怎么样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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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们刚刚相信屏幕前的各位已经听到了 巴特已经坐到了我跟张志导的身边 我们来听听他对于到现在的比赛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刚刚西蒙斯是冲到篮下 这个攻击篮筐造成对方犯规 欢迎来到我们的室室 Karen 谢谢 您的感觉如何在这一旅程上 很棒 很棒 我们有很多时间和年轻人们 这次的旅行非常出色 能够来到中国来到上海 去感受文化的不同 另外他能跟年轻人 尤其是中西亚的年轻人相处在一起 看着他们一步一步的成长 去体验 去成为这个过程的一个见证者 You talk about the young guys both teams are pretty young How do you like these two teams based on what you saw on their preseason game especially this game How do you like what they show on court today I love what they're putting out there Both teams playing hard You usually don't get that in a preseason basketball game but, you know, they understand the magical moment that they're in 在中国在这个大阶段 这是一个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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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们带了 他们带了这一场比赛 Ben Simmons Joel & B Markel Fos Dennis Smith Luca 大家都在那里 在高级的高级 我喜欢看这些比赛 巴特勒也说 他非常享受 这种状态的级前赛 因为在平日里级前赛 你是不会有这么样的 比赛强度级别的 但是你能看到 每一个人 因为场边的观众不一样 舞台的这个所处的 环境不一样 是极其投入的 这跟一般的级前赛 相比强度要大很多 张尔道 您有什么问题 想跟Karen去交流吗 You know And on paper The 76ers got more Star power Right Got better lineups But why you know most of the time they just behave Well I think it's You know You got to tip your head off to the defense of the Dallas Mavericks I think they did an excellent job of coming out and jumping out on them and getting that cushion early on And you know They're playing their style and their pace And the 76ers just unfortunately didn't get off to a good start Until J.J. Reddick came in the game and start knocking down shot Until J.J. Reddick 上场以后呢 候3分 這才把形勢扭转过来 ją ãy Canal Luca,是否其他区别的区别帮助他进行这个方向? 我肯定觉得他对他有区别的区别 他们在高层中招牌他们 他们有很多改变他们 他们有很多肯定在他 我和他学习的认识 我和他学习的技术 和他学习的工程师 我和他学习的工程师 我和他学习的工程师 他们在比赛上比赛上的比赛 他们觉得他没有任何的渠乏 我 genetically可以出席的朋友 所以我很幸福在他里面 他有一个磁风格的感觉 你最后来的说明他有些拍打 外面得很棒 又到了暂停时间 我们把时间交回到后方野模式 在他走之前呢 他也讲了他在赛前 其实跟达拉斯的管理层 老板沟通过 他们从达拉斯的角度来看 确实把东启奇当成这个球队 未来的核心之一 基石之一 去这么去考量的 所以才会费尽心机的 交易到更高的选项顺位 来得到他 你看这篮下的转身脚步 假动作做得还真不错 你看刚才这个西蒙斯 他其实已经是 处在这个被打的位置 没打把球传出去 哎呦差点回线 哈里斯三分不中 两队到现在为止啊 在场上放的球员 都是轮转阵容里的球员 对 可见对于这场比赛 尤其对于观众是多么重视 哇 埃迪克 第六个三分球 六投六中 这一段76人 这三分球 投的还真不错 嗯 已经连中了三个了 是呃 雷连克 莫斯卡拉 被打 有加击 哎呦 踩发并没有吹 对 其实刚才要撒手是自个人拿着在篮下 不撒手 不撒手 甭管是谁 是 呃 确实就像巴特里讲的这场比赛 两队给出这个强度 真不像一场 之前赛的强度 呃 这可能也是就像布朗教练讲的 会在这场比赛里去增加 呃 主力阵容的上场时间 呃 因为从之前的两场比赛 季前再来看 他们主力的上场时间大概在26分钟左右 嗯啊 呃 这是镜头呢 照到了恩彼得 应该是他的女朋友 啊 看都真是都是假动 对 哎呃 没见了 哎呦 好好好万归 这是啊 这霸凌 是 这就刚刚怎么说来着 指着指着指着 没接力跟财犯说 老假摔 对 他浮浪 哈哈 啊 没接力说我管你说什么呢 所以你这个霸凌球啊 也不是那么好打的 嗯 闹不好就是带球上人 对 这样的场上恩彼得是四番 福尔茨是五番 刚才烤温顿还是萨利贴也 对 烤温顿是五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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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吧 走步啊 嗯 嗯 有夹击 对 传球 失误了 失误了 对 金人彼得呢 他还有一方面呢 就是要提告的呢 就是说当遇到这个夹击的时候 怎么样去处理 嗯 他刚才那就是传的太快了 是 被 失误了 而且被预判了 对 这个是打到了76人球员的脚上出界 呃 这次进攻时间还剩下7秒钟 是 打到了 再传 失误了 福尔茨 这是背后的拉人犯规 看他这个他整个的防守就出去了 嗯 福尔茨 你看福尔茨的肢体语言上啊感觉是有点沮丧啊 对 对 垂头丧气的 就是一直啊憋着没有发挥出来那个镜头 对 看来布朗教练呢就是说现在呢就是他这些阵容 嗯 让你打先发你有话 打好了对 打好你打不好 替补你这个打的是非常好 是 这个 替补可有一雷迪克啊 对 你这比着呢 赛季开始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样了 不 转身 篮下 这是 卡拉贝尔风带 这是 呦呦呦呦 这个 斜防防的这个还真好 嗯 回来的真快 对 格拉贝尔的斜防速度真快 但是这是篮下吹了媒介里的犯规 我们看一下啊 转身 斜防夹击 再来 这一球被吹了犯规 小丁也是郁闷啊 小丁发现了镜头照到 自己脸上 有一个细微的表情变化啊 想上场 但是呢 由于这个身体状况的问题可能 咱们看看吧 看看 据说是 医生在帮他加速的治疗 看看他能不能在深圳站啊 短暂的有一定的上场机会 好歹也让这个咱们 国内的球迷 能够看看 看一看 但是呢 对于他来讲这个挑战NBA的路 暴露是 因为今年因为伤病的原因是特别的艰辛 对 咱们晚点有时间可以介绍一下他的合动情况 篮下又是巴雷亚的传球 再吹 再吹眉睫里的一个反规 再吹眉睫里的一个反规 关注 杓磚 234 3 7 7 7 8 7 4 7 8 3 8 7 7 3 9 齐柔人通过把球打到篮下这个方式呢 现在一直控制着领先的优势 克拉贝尔外线 哎 让了 险些出界 对 追身三分没有投中 其实福尔茨这球位的还是挺舒服的 而且这球没做假动作 嗯 投的果断 但是劲儿略微小一点 也是半天没投了 对 哈里斯抬高弧线 三分没中 我们看他像裁判之一是打到了对手的手 才会有这么高的弧线出局 对 呃 福尔茨其实是让首发阵容里啊 有了另外一个持球的选择 呃 他虽然外线也没有被证明有外线的特别好的威胁 对 迪迪克带来一个底角 还进 天呐 他这个投篮是真有功夫 七投七中 三分线外 呃 真是一个抗压能力极强的人啊 呃 这个十分的领先优势生是一个人投出来的 对 对 因为整个从这个战局变化就是他是开始投的 呃 罗安布雷克霍夫还了一个三分九 呃 这是澳大利亚的球员已经27岁了 视讯了七支球队终于得到了来自于达拉斯 现在是早上九点多啊 呃 当地的球迷看着这个季拳赛的阵容和轮转方式一定都还挺羡慕的 对 好球 好球 今天这是富尔茨最出色的表现 呃 自己的持球进攻 这是 第二个 第二个 之前是六投一中 对 对下这边是克莱贝尔 东奇奇 然后呢 罗安 罗克赫夫 还有 哈里斯巴利亚 再来一个 呃 哦 真是 呃 这是缓过了东奇奇的风盖 镜头招到总经理 阿尔伦布兰德 呃 他的任务是要带领这支球队呀 去冲击冠军 呃 在赛期开事之前呢 布朗主教练跟所有球员传递的消息就是 现在你们心里要想的是 冠军 好球 这球 反规了 因为恩比德没站住 所以他这一走一推 那是立刻倒地 没错 但是福尔茨这球 其实给的位置还是挺好的 现在是恩比德五次 福尔茨五次 然后卡文顿五次 漂亮 上篮了 突破之后 左路突破换到右手上篮 对 确实是这种 就像战长长讲的 打球不费劲 对 还很轻松 嗯 又来了啊 然后他拿到篮板之后 可以直接形成推进 对 好球 这只完全甩开了福尔茨的防守 对 福尔茨呢 没有跟住 这个对手这个位置 有一个 注意力的不集中 就到暂停时间 我们稍时休息 待会再回到前方眼波市 可耐尔一直没有登场 今天 也是 确实是主力啊 已经上场 像萨里奇是28分钟 恩比德是24分钟 但是 犯规很多 对 直接抢断 东西奇的预判 对 哦哗 嘿 半场 半场那个 可惜 毫不费劲 对 先享受 哎呦 库班乐子呀 乐 捡了一大宝贝呀 库班 对 啊 这人是从心里乐开花那种乐 对 这人是从心里乐开花那种乐 给的漂亮 漂亮 哎呦 传球这位呢 是澳大利亚籍的球员 啊 他是 已经27岁 28岁了 之前试讯了 这是 啊 乱 布洛格赫夫 啊 他试讯了7支NBA球队 啊 但是呢 呃 得到的是小牛的邀约 他的经纪人给打电话说 小牛给你一份合同 你愿没愿去 因为咱没试讯过小牛 对 他说of course 当然了 崩崩了 对 当然了 因为两年前参加过达拉斯 竹子匣的这个 这个mini camp 然后之后呢 就一直跟踪着他的进步 呃 在今年给他了一份这个邀约 然后就又一位澳大利亚籍的球员 又加入到了NBA 呃 同时像在这个七六 七六人这边的42号 帮尔登也是澳大利亚籍的 对澳大利亚籍的 篮球不得了 嗯 就是现在接球这位 8秒钟 迈克奈尔 呃 他是七六人 呃 这个 球迷非常喜欢的一名球员 也是球队历史上第一位 从替补系上站出来拿到三双的球员 冬地杰换他右手 因为他呢就是一上场马上活力就来了 哎 他是在地下铺球啊 哎呦哎 欧洲主 嗯 哎嘛 呃 现在场上这个天赋水平是独行侠 啊明显占据优势啊 呃 科文顿也被换下场啊 啊换上了科克马兹 科马兹是另外一个呃 这个有外线出色投篮能力的呃 这个后场封线算是封线 那你看东西奇还在场上 嗯 可能卡莱尔呢 也让他多多适应那个NB的打法 没错 呃 这个是科马兹是16年26顺位选秀呃 进入联盟的 呃 在前一场比赛打魔术的比赛里啊 科马兹命中了三季三分 哇罗斯基 老是坐着看大咖啥似的啊 啊 上场没法上场活动 对因为他有伤啊 呃 呃我们来看看现在阵容的这个 完整程度上呢 东西匠会更好啊 他们现在落后的八分 对啊 会不会说利用这段时间 试图把这场比赛先赢下来 为什么 观众们 对比 第一个 哇 哇 哦 啊 啊 啊 阿美良宣 漂亮 有想象力 麦康尔是身经百战拼出来的 他也是当初76人之前总经理 Sam辛基 长期计划里签订那些球员里的一个选择 当初他找了一批 然后有一定能力 但是没有得到联盟认可 没有被选秀进入联盟的球员 给了他们比如三年到四年的合同 但是其中的保障金额 可能最多的也就是十万美元 然后你每打一年 你每延续一个时间段 你的合同就越来越多 像克文顿也是这样 最早他的保障合同只有十万 但是一步一步 最后今年打到了一个 今年的年薪是到了一千万 对 大合同 今年签的 像麦克乃尔也是一样 麦克乃尔也是之前 只有五万保障的这样一个合同 今年是他之前签的合同 最后一年 已经达到了一百 应该是五六十万 如果再签合同的话 应该就要比这高了 这都是一步一步努力出的结果 因为那时候 所谓的过程 过程最糟糕 最残酷的一个开端 但是也换来了一个一个选秀的高顺位 对 现在相当于是开花结果的时候 开花结果 七六人也被认为是东部呢 前三的球队之一 这另外两个呢 一个是开尔特人 一个是梦龙队 梦龙队 两队都有一段时间没得分了 阿里斯外线三分 再见 这两分差被迫进到了五分 五分 还有七分多钟 没错 独行侠的合同呢 是非保障的合同 其中有一个叫X10 E10这个条款 能够保证他一定的收入 以及他跟这个 他发展联盟球队的这个 相当于是 一个参加的这么一个条件 但是呢 他所保证的金额是非常有限的 这个E10的条款呀 就是E10这个条款 最多是让一个球员 能够保证得到五万美元 五万 就是钱是很少的 五万呢 你还要拿到奖金 最多到五十万 但是呢 你不一定都能拿到 是 所以我们也看看到底 看看观察一下 其他人的表现 来看看到底跟小丁 去竞争这个位置的人 他的能力水平状况 到底怎么样 因为确实伤病影响了 今年小丁 夏季联赛的参加 再加上要为国去征战 亚运会 相当于把伤势又加重了 之前一直不知道 伤势有多严重 直到在回国的飞机上 跟着独行价一起 才知道 拿到了核磁攻阵 检查结果之后 才知道 原来这个严正影响的 还是挺重的 所以才没有去打比赛 在关键时下呢 整个的这个 先看这球 欧洲部 因为整个的这个训练营 没有参加 训练没有参加 整个的技前赛都没有打 这时候你很难啊 拿到这个合同 是 很难让教练愿意把这个名额 宝贵的名额留给你 对 一个球都有15个常规的名额 然后加上两个突围双向合同 好球 这是顶着东西吉短身跳投命中 所以东西吉呢 他在这个 NBA的这个防守上 他还得要 试个考验 他要调整 反正就是 很近距离去观察 就觉得确实是有那种 他们都说硬而肥 硬而肥确实有这种身体状况 有很大提升空电的样子 包括肌肉线条都没有那么出色 又到了暂停时间 我们看看待会儿 卡拉尔将来会不会换上更多的轮转阵容 来我们回到演播室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啊 今天表现比较出色的几个队员 这个权力呢 交给我们的导演 导演放什么 请海哥来说什么 我看看第一个放的是谁 因为我们准备了很多球员的 本场比赛季节 我们先来看看大蒂的 大蒂今天是21分 8篮板4中攻 然后16投8中 表现应该说是很正常 对 很正常 标准式的恩比德比赛 对 这个时间呢是有控制的 所以可能这个数据还没有能够达到一个 他正常的赛季的看到的数据 没错 数据老师你觉得他最终会是一个多少加多少的球员 20加10止不住吧 这上赛季就20加10止不住了 就25加12左右吧 记住了啊 大家记住了啊 数据老师说了啊 怎么着 我们再来看看东契琪 今天9分4个篮板3个助攻 出手有8次 命中了3个 应该说他今天在场上开始适应 我们讲了跟NBA球队的这种正面的对话 这算是他这大姑娘上角投一回 这种对话呢 给他带来的正好是对面 也有一个高空位 在对于他的防守的时候呢 可能西蒙斯会很多的来做这样的防守 没错 这两季仅看完我们继续回到前方 迈克内尔调整一下 没有投进 这是东契琪是必要拿下的样子 对要拿下或者说呢 他要演练阵容 他是真是抓紧一些机会 因为呢从上个赛季开始呢 整个的这个季前赛的场次减少了 你包括他呢 他们呢还要到中国来打两场 所以呢 每一次的这个季前赛 都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 组合的机会 毕竟今年新的女员很多 对 跟西蒙斯 现在这个阵容呢 其实我们在常驻赛的时候 也有可能看到啊 对 也都是轮转阵容里的人 而且还有两个主力 一个边缘人都没上 你克莱贝尔就是小小丹的替补啊 对 哎 这是一个失误 以为克莱贝尔会跟进啊 对 非常好的节奏啊 可惜没有能够投中 空位 好球 来自于克克马兹 来自于克克马兹 三分一直没开啊今天 而且是全是砸在前面 要不然是砸在前面 要不然是三不沾 因为这个欧洲的这个三分线跟 NBA的还是嗯 有一点点 是 近 再近一点 对 嗯 我们看这是换人了啊 换上了麦肯 换上了 呃 待会儿好像是要换字母帝啊 我们看是不是 呃 字母帝好像今天说是受伤啊 受伤是吗 呃 我们看看待会儿 因为场面做了一个 做一人 对 待会儿看看谁上来 呦 直接啊 直接叫了一个暂停 来我们又回演模式了啊 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球员的表现 几点 来请帅老师 给我们做一个本场这个球员表现的点评 呃 接下来我们看谁呢 呃 我们来看西蒙斯吧 可以 9分9个篮板 10个助攻啊 很典型的西蒙斯式的数据啊 呃 但反正今天的比赛方式呢 和上个赛季还是比较接近的 嗯 呃 这种比赛的方式尤其是对内线侵略性啊 嗯 他这个熟悉了一个赛季之后打得更加游人有余了 没错 再来看看独行侠这边的小丹尼斯史密斯 嗯 我们来看看他今天表现的一个集结 他的身体我们都从克兰大赛领略过 然后包括在上个赛季球队对他的培养 我们也看到了啊 哎 这字母的还真上了 嗯 哦 哦 在 空中有一停顿 是 这身体能力真强啊 嗯 我们看这是呃 上了一个斯伯丁 上了一字母的 两人都是身体极其修长 火 可可马斯再进一个三分 呃 一个他 一个这个沙米特 呃 其实还是让七轮人球迷挺开心的 呃 这个在投篮能力上 至少在恩彼得呀 西蒙斯和尔斯身边 又增加了炮台 对 因为呢 你的一个球队里呢 一定现在就现在这潮流 嗯 外边这有三分 是 你才能拉开空间 你包括往篮下打呀 往篮下突啊 你如果没有这个 外边的玩的话 哎呦哎 拉下来了 嗯 船子也挺漂亮的 对 这一次处理球 呦 史密斯还在场上 嗯 东西齐下来 东西齐打的时间也挺长了 对 东西齐今天已经达到了30分钟的上场之间 呃 30分钟什么概念呢 是今天 所有上场球员里时间最长的 两边都算上 哎 两边都算上 呃 可惜的呢 就是今天三分没开 对 呃 弹道挺正 但每一个看上都挺短的 呃 得了11分 送出了三个助攻 抢了呢 六个篮板球 呃 这个不是完整的数据 因为呃 如果没记错的话 开始是有封盖有抢断的 对 或者就再回线毛ENDE 那场上有双向合同呢 一个是字母帝 呃 一个就是这个麦肯 现在就是走底线的这个球员 can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他漂亮 对 这个是麦克克奈尔的事业以及全球能力 自己个人抢打 没出界 史密斯倒地抢球 你比如说 季前赛打着第四节快完了 还有助力 史密斯还在倒地抢球 是 所以为什么就说他向尾上的打球 永远是全情的投入 是 另外也确实呢 就是跟这个特殊的比赛地点和环定有关 因为这是在上海打的比赛 在中国球迷面前 现场的气氛不同 波尔德 他也是去年应该是第二轮三十六顺位选秀的 澳大利亚籍的球员 他是大学打UCLA的 去年被选中之后呢 没有能够来到NBA 是被留在海外 他是效率于以色列马卡比队 今年也是登陆了中约 今天打的不错 脱手了 比如说这还打的都是无私篮球 不是勉强干 不是这个要刷数据 毕竟他们就这几个人啊 还不太一样 他们要不然是有合同 要不然有双向合同 对 并没有每一个人 某一个人说我要不停的展现自己啊 没有这样的角色 争取合同 对 没有争取合同的人 就是他的安全感很充足 所以他们都是在团队的这个体系 以及教练的要求之下去完成比赛的 我这个 我这个 我这个字母帝这有点 确实这个表情就是从长相来讲 好年轻的样子 他也是跟着他的哥哥呢一起 就是早早就来到美国 然后去读书打球 因为他哥哥说我除了平日训练之后呢 还要就回家看他写功课 嗯 读书说还真不错 嗯 布伦森 今年空位上的一个备选答案 对 现场球迷呢在高喊防守 希望冬天霞能够把这场比赛打得更加激烈 结果出了犯规 嗯就看着明显是纯身体天赋啊 就是天赋很惊人 修长 然后呢有弹跳 但是对于比赛的判断 呃和这个阅读能力以及处理球能力 呃字母帝还有挺长的路要走 对因为呢确实年轻 慢慢的嗯 试试长久 你看人恩彼得 对啊人家16岁才开始 是 呃以前恩彼得喜欢踢足球 啊然后呢他家旁边就有一块足球场 每天放学回家 他到家和他母亲到家有一小时时间 他就呢回到家之后把所有的作业摆在桌子上先摆好 仿佛自己在鞋子上假装呢 啊然后呢去旁边踢足球 等到听到他妈要回家的时候冲回这个鞋子台 然后来仿佛再努力写动 但是这个这是来仿佛 relaxed 他乱首找的 嗯 这就是展示了字母帝的身体能力 对 波伦森这是要站上罚球线了 罚球如果都中的话 还真不好说 本来没准 40.2秒 对 如果罚进的话还差三分 对 字母帝不抢篮板 回来了 防快攻 防快攻 让一小个就抢篮板 对 也是对队友很自信 绝对能拔进 全场压迫性的防守 提前加击在中间 麦克奈尔要一个掩护 要掩护 掌插 换防 76人可以稳时间了 没有碰到篮筐 没碰篮筐 篮下 阿美尔阳迅不进 嘿 这是还断下来了 断下来了 这就是发球有点 大意了 不看防守大意 另外也看麦克奈尔 确实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在NBA打到现在这个江湖地位 在费城76人球迷心中有这样的位置 因为连最后还剩下13秒的时候对手发球都去试图抢这个球 对 我们看这是邓超跟孙丽的两个孩子很享受现场气氛 就跟现场的这一万多名接近两万名观众一样 因为这不是简简单单一场季前赛 大家看到的是强度仿佛常规赛一样的季前赛 还充满了竞争性 因为比赛很快就结束了 张二道 看到现在您对于这比赛的观感以及两队的感受是怎么样 帮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吧 我觉得今天这个比赛打得像刚才说的 不太像季前赛 因为季前赛主要是考察 试阵容 特别到了下半时就完了 给角色球员了 给角色球员了 考察角色球员了谁能有合同 但是今天你看打到第四阶了 这些主力两边的主力还都在场上 包括史密斯 史密斯刚才还在地也不就抢球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一届的中国赛 整个对待中国赛的态度两个队 是不同的 没错 和以前有的差别 非常重视这个 而且是想要奉献一场好的比赛 对 而且就是说 由于他们呢 就是现在的整个季前赛的场次减少了 所以呢 教练呢都是抓紧每一场比赛 或者是每一分钟呢 来达成自己所要考察的这个目的 现在这个教练也是站着 这边了 11.5秒 怎么发 直接突过来 上篮不中啊 这应该就不打了 这样呢 全场比赛结束 76人120比114 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我们来看看两个教练呀 还是很开心的聊天 对 毕竟呢 这个分处于东部西部 常规赛没有太多的这个竞争的 这个因素在里头 我们呢 看看场上还有什么镜头 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诺维斯基走过去跟对手去致意 因为确实是一场不太不太像正常 不太像常规那样的一个体现在 看两队的球员呢 也分别拿一些小礼物 准备扔向看台 给上海的球迷 再留下一些纪念品 另外呢 我们也提醒一下屏幕前的各位 大家不要走开 很快呢 断染会给我们带来场边的连线 感谢观看